字幕提供 我們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馬達試轉的操作跟調整的一個步驟 那主要是我們在馬達安裝之後呢 在我們正式連上機械設備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基本的一個檢測跟調整的步驟 要為大家做一個說明 首先呢 我們馬達要進行的就是一個無負載的檢測 換句話說呢 我們在跟機械設備連結之前呢 我們最好是把這些連結的移除掉 單純的對馬達來做一些檢測跟測試呢 以免我們的馬達有一些誤作動損害到我們的機械設備 那所以如果我們在移除了負載之後呢 經過我們的一些正常的檢測程序 可以確認馬達是正常運轉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再把負載接上去 這樣子呢就比較不會有機械設備上面的損害問題產生 那所以呢我們一般在機械設備的一個測試安裝上面呢 強烈的建議大家呢 一定要從簡單的無負載的狀況下先確定馬達可以正確的運轉 再將負載接上去 以避免危險的事件發生 那所以我們怎麼去檢測它呢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當然就是馬達安裝好之後呢 先不要供電來做一些基本的檢測 那運轉前的這個檢測呢 當然基本上呢我們就要檢查一下我們馬達的外觀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碰撞啊或是有一些損傷的 的一些情形發生 然後呢我們就要確認一下說我們馬達有很多 電子電器的配線呢 這些連接的部分呢是不是有適當的安裝 而且呢是不是有這個線材的裸露 那我們如果有的話呢我們就必須要做一些呢 絕緣的一個處理以避免露電或者是有一些誤作動的情況 那配線的部分呢我們要端子上面好好的檢查 比方說呢RST跟UVW就是常常被接錯的一個部分 那這只要一接錯呢基本上馬達跟控制器呢就一定是 報銷了沒有辦法繼續使用 那當然還有一些訊號接點我們也要確認呢接點是不是正常 那我們要看看這個控制器特別是馬達的部分呢旁邊是不是有一些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有一些金屬導電物的存在 因為這些東西呢可能會讓我們呢有漏電或者是訊號誤傳的一個現象 導致我們馬達的誤作動 那我們控制器呢因為現在是還沒有送電 但是我們在送電之前呢要確認我們開關呢是關閉的 以免呢一上電的時候 馬達就會有這個驅動的情況呢 會產生一些危險 那我們附近呢一定要保持一個安全的環境不可以有可燃物 然後呢我們的電路上面呢我們的電池開關啊斷電器啊這些是不是正常運作 以免緊急事件的時候呢沒有辦法處置 那我們在控制的部分旁邊呢常常會有受到干擾的問題的產生 所以我們附近呢必須要盡量排除電池坡的干擾 以免呢產生馬達的誤作動 那最後呢我們驅動器相關的電源的電壓 要進行一個檢測 確認呢這個電壓跟我們所要求的是符合的 那完成了沒有送電之前的運作前的檢測呢 接下來我們就試著可以把驅動器呢送電 那我們在送電呢必須要按照下面幾個步驟 當然首先呢我們要確認幾件事情 第一個呢我們相關的一些配線是不是正常 第二個呢我們馬達呢本身的接地線是不是呢有連接到我們的控制器上面去 那我們一再提醒大家的呢就是 我們電源端的RSD三項電路呢千萬不要因為跟 我們的馬達的 UVW同樣是三個常常就會有人接錯 這個呢一定會造成機械的損壞 那檢查完上面的事項之後呢 最後還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們馬達的編碼器 一定要連接到我們的CN2 因為沒有這樣子的回收訊號呢我們的控制器呢是沒有辦法運作的 所以呢一開機的時候呢一定會出現異常 那這個呢 與其事後再來調整 我們事先就要把它檢查好 那這是送電之前呢我們必須要確認的 那一旦 確認之後呢我們把馬達電源連上去之後呢 接下來呢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送電之後的檢測 那我們一旦送電馬達呢 啟動之後呢 在我們控制器上面 如果一開始就出現Al 然後三個數字的話 那是代表呢 我們的控制器上面檢測到一些異常的現象 那這些異常呢我們就需要呢做一個排除 那至於這個編號代表的意義呢 因為 有很多不同的數字 所以呢 我們可能要參考廠商的使用手冊 然後把故障排除之後呢再重新的上電 那舉個例子來說呢 最常發現異常的呢大概是 這個Alarm 異常的 13 14 15 那這幾個異常呢通常就是 我們廠商這個 購買這個控制器的時候呢都會有一個預設值 那這預設值呢就會把我們的DI6到DI8這三個輸入接點呢 設定為正負極限 還有緊急停止的一個功能 那因為我們通常馬達拿起來的時候呢 可能這幾個接點不一定會用到 而導致呢沒有訊號的輸入 所以呢就會誤認為這些 這個緊急開關啊或者是這個極限呢 它是On 那就馬達就會停止而造成一個誤作動的行為 就會出現這個警示 所以呢我們 看到這些警示呢 我們就要去了解它的原因 然後呢做適當的設定 或者是把它功能解除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異常排除掉 那一旦把異常排除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開始讓馬達運作 那在運作過程當中呢 我們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呢 馬達的線材 不要有太 太緊的一個現象 這樣容易呢 磨耗這個線材或發生拉扯段落的一個現象 那如果在運作過程當中呢 發現馬達機台有震動 或者是有異音呢 這個就要馬上的聯絡廠商來處理 那如果呢 我們的 參數都是對的 而我們看到我們的馬達或是機械設備呢 有些不預期的動作呢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 要了解一下 異常的原因 或者是對參數呢 做一個調整 那如果一切都OK的話 那 我們重新設定參數的時候呢 要確定說 哪些參數是可以直接修改 哪些要在 那個 Serval Off的狀況下呢 才能夠 修改 不然有些 我們參數的調整呢 並沒有辦法發生作用 那如果有異音或者是聽到我們的控制器呢 有異常的現象 那我們也要 特別的注意 必要時呢 就聯絡廠商來處理 那最後呢我們要注意到我們的顯示燈的內容 跟我們的電源指示燈呢 是不是有正確的亮起 那還有呢 我們的操作環境 要注意到散熱 還有它的風扇的運轉 這些呢都是我們送電之後呢 必須要注意的現象 那一旦送上電之後呢 馬達並不會直接的運動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檢測呢 這時候有一個檢測的程序呢 叫空載寸動 那這個寸動的測試呢 是所有馬達的基本測試的一個程序 那這個寸動呢 英文呢 簡稱呢叫Jog 那所以呢 利用這個Jog的功能呢 我們可以來檢查馬達的基本運作 還有驅動器 控制器是不是正常的 那所以我們建議呢 在一開始呢 可以利用一個 低轉速的一個模式呢 來進行寸動的測試 以便呢 檢查馬達的運作是否正常 那我們寸動的測試基本上呢 可以按照右手邊 我們面板的操作呢 來完成 那所以呢 我們的步驟呢 基本上我們先要將我們的馬達呢 把它強制的SERVAL ON 所以我們利用參數 P2-30呢 把SHA設定為1 那馬達就會機遲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去操作參數 P4-05 那 按照右手邊的過程呢 我們先調整 它寸動測試的速度 然後呢 接下來就可以利用上下鍵呢 來讓我們馬達呢 做一個 簡單的 小幅度的一個運轉 來確認馬達的運作 是不是正常 那利用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了解 我們馬達的配線 還有它基本操作呢 是不是符合我們預計的方向 跟預計的速度 那接下來呢 就可以讓我們馬達呢 進入一個正常的操作程序 我們完成寸動的測試之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 將我們的 馬達呢 固定在我們的一個 機台上面 那確認呢 它可以做一些空載的一個運動的 速度或者是定位的測試 那這些呢 我們在稍後 都會有一個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操作的時候呢 要記得把馬達 固定好 那通常呢 常常會 會有一些現象呢 就是因為馬達鬆脫呢 導致我們機構脫落 造成一些危險的一個 機構的彈跳 造成人員的受傷 這些呢 都是我們在固定的時候要注意的 最後呢 讓我們來觀賞一段影片 讓大家了解 我們基本的寸動測試 是怎麼操作的 首先讓我們將電腦與 馬達控制器連線 按下自動偵測之後 即可以 偵測到適當的馬達控制器 按選OK之後 將會出現綠色的連線 然後我們可以開啟 寸動與數位輸出入的設定畫面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數位輸入與數位輸出的 測試功能 首先我們可以轉動馬達轉盤 這時候會發現 某些 數位輸入會被觸發 這時候我們可以調整 對應的數位輸入功能 以對應馬達的控制 在完成選項之後 按下OK 即將功能儲存在 馬達控制器中 同時我們也可以選擇 感測器的 功能為 常開或者是常異的選項 選項 這樣可以對應 適當的控制器 功能形式 為了提升效能 也提供 數位輸入模擬測試的訊號 就可以在沒有感測器的狀況下 進行馬達測試 在寸動的部分 首先我們可以 將馬達強制開啟 伺服控制 這時候要注意 可能有一些預設的動作 接下來可以調整馬達的測試速度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下寸動的按鍵 這時候 馬達就會隨著按鍵的觸發 以設定的速度移動 這樣的間歇性的測試 可以讓我們了解 馬達的安裝是否正常 如果有必要的話 可以提升馬達的運動速度 進行更進一步的測試 如果在安裝時方向有所 顛倒 這時候也可以改變旋轉方向 以適應機台的控制 除了間接性的觸發之外 這時候我們也可以直接按下按鍵 不放 這樣就可以達到連續運動的測試目的 最後完成測試時 記得要將伺服控制關閉 以免發生意外 從剛才的影片 我們看到了基本利用面板 來完成馬達參數的設定 跟我們寸動的測試 希望大家可以親自的 找一套伺服馬達 親自的操作一下 來了解一下我們利用面板 簡單的一個測試跟操作的程序 MING PA It Train